不好意思,我看到這個還我貫財寶只需修一條 可不可以請你講一下,試試怎麼樣 是勞起法第28條 勞起法第28條現在規定的是公司電廠的部分的國家的電廠機制 那我們認為說如果修了勞起法第28條 把退休金和之前被擴大放進去電廠的範圍裡面 就可以解決救治退休金幾步不足,四方惡心倒閉的問題 現在是只付六個月的工資 那我們認為其實可以把之前被他退休金都放進去 因為現在他的提撥費率是萬分之2.5 就可以付六個月的工資 一般的退休金大概是36個月左右 就算乘上六倍是萬分之15的費率的話 那一千萬的一個工廠一千萬付老公公司一千萬 他只要付一萬五千塊錢 那沒有很多 我們認為說這個部分資方應該可以負擔 然後可以讓全台灣的老公 都一定拿得到退休金和值錢費 我們認為這是政府應該要處理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有找律法委員 有這個部分我們也有跟那個律法委員在推動這個相關的修法 像老委會 我們之前在9月10號那天有開工廠會 那要求老委會 研議相關法條的修正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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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